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在哪裏呢 我在立法會和政府總部的門口 今天是《罕見疾病聯盟》 曾智三帶同《罕見疾病聯盟》的一班會員 病友和家屬 一起來到政府總部 請願做一個大報訴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罕見疾病》的病人 但可能大家都很少聽到《罕見疾病》 究竟《罕見疾病》是什麼問題 現在我們面對什麼狀態 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家屬要來到這裏請願 要求政府什麼呢 我就想請《罕見疾病聯盟》的曾經主席 就和我們介紹一下 究竟今天來做什麼呢 曾先生 《罕見疾病》就顧名思義是一些很少見的病 那麼簡單來說 其實這些病呢 就會影響一個人呢 差不多身體每一個器官和功能都會有影響 所以那些藥廠呢 就是在研發藥的時候 可能到10款也都比較貴 所以就一般來說 看病的藥呢 是比一般病的藥呢 是比較貴的 而在很多地方 包括了例如在美國 在歐洲 在台灣 他們政府和公共醫療聯盟呢 都有一些專門的政策 專門的撥款呢 去支援這個罕病病人的醫療 那麼我們香港《罕見疾病聯盟》呢 過去幾年一直和政府呢 是要求呢 是跟回這個發達地區的一些做法 在香港設立罕病的定義 在香港設立罕病政策 有效這樣去支援刊病病人 不過很可惜呢 是政府在過去幾年一直呢 都是沒有當作是一回事 那麼在去年 我們呢 是跟這個當時的政務司司長 是跟劉鎮營和反映這件事 那麼他都做了一點工夫 今年的施政報告呢 是他表示呢 政府是會邀請這個關外基金去 去資助合資格的刊病病人 不過呢 事實上現在這個措施呢 是沒有很有效的去實行 我們今天來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過去十一個月 先後有兩名 潔節性硬化病 硬化症的病人呢 因為沒有錢買藥 而呢 先後是新顧的 其中有一位慈燕娜女士呢 在今年的四月十一號 才上過立法會 衛生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裡面呢 是向政府呢 是一求 想是政府快些給揚 他呢 表示他不想死的 不過很可惜等不到 四月二十三號他就過了新禮 今天我們在這裡 主要就是呼籲政府 不要再拿我們的人命和健康 去在那裡討價還價 或者去跟藥廠談價錢 或者還看這樣看那樣 我們希望政府 可以在回歸二十周年之前 對有四種的罕見病呢 是提供藥物 並且是以沒有門檻去給病人用藥 使到他們的健康和生命呢 是得意嚴重的 這四種病呢 一個是結節性硬化症的病 一個呢 是黏多糖症四型 第三種呢 是一種叫做非典型血溶性尿毒症後病 還有一種呢 這個叫做PNH 就是一種因為藥和血的毒素 是引起的罕見病 那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回應我們的訴求 使到為數 不是很多的罕見病病人 好像其他病人一樣 得到我們的醫療制度的保障感 我相信香港是應該會有幾千個的罕見病病人 是需要用的 其實呢 大家可能真是很少聽到罕見疾病這個名詞 或者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其實呢 我們在立法會就很關注 我記得呢 2015年的時候呢 如果大家記得呢 有一個新聞呢 就是一位罕見疾病的病友 是 那他呢 就是很擔心自己的病情會爆發 又突然到 就是醫管共肯醫他 那他就很憂慮 於是乎呢 就自殺身亡 是的 那這一個事情呢 令到我很痛心 所以當時 你都上了一個書面質詢 所以當時呢 我就立刻在立法會呢 就上了一個書面質詢 那我就問政府 究竟你們怎樣去處理這個罕見疾病的病人呢 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 其實每一條生命都是這麼寶貴的 每一個病人 我們都應該盡我們的所能去醫的 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所以 當有一些病人告訴我們 明明有藥 或者有方法 政府都不肯給錢去醫 就是因為錢 所以他們得不到醫治呢 我就很憤怒 我就很生氣 我接受不了這個情況 又或者 問政府 究竟我們有沒有一個 罕見疾病的資料庫 令到大家都知道 香港有多少罕見疾病的病人呢 當醫生面對這麼奇難的雜症 真的不認識的話 他們有沒有資料庫 可以立刻找到資料 不會判錯證呢 原來政府是沒有的 是甚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就問 現在譬如我們要去培訓多些醫生才會認識這種病 我們有多少醫生是認識這些特別的病呢 原來又真的很少 一隻手都數上有隻 原來香港只有幾個醫生 對這個罕見疾病是有一定的認識 甚至有醫療的經驗 所以有時有些罕見疾病的家庭或者父母去到醫院 他不是特意醫生騙你的 但因為他不懂 所以就會延遲了診斷 又延遲了對他們可以接受治療的機會 令到病情又再惡化 或者錯過一些接受治療的黃金時間 所以這些都是令我們覺得有沒有搞錯 香港怎會這樣 如果我們很關心現在每一個病人的生命的話 我們更加要關心病人裏面最弱勢 最需要幫助的一群 就是這些罕見疾病的病人 所以我們民見聯 其實一直在議會裏面 我們都有提出去質詢去問 我們要求幾件事 第一 香港應該要成立這個罕見疾病的資料盤 去幫助我們去 去累積我們的經驗 數據 讓我們可以知道資源如何去分配 我們生了多少醫生等等 其實現在什麼都沒有 我們要有這個罕見疾病的資料盤 我們需要培訓更加多的醫護人員 認識這些罕見疾病 我們要為香港比較多的 剛剛曾主席提出那四類型的 罕見疾病的病人 提供足夠的醫療輔助 因為有些罕見疾病 是已經有些新藥推出 但是因為世界上都是少的 所以罕見疾病的藥是比較貴的 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 大部份家庭都負不起醫療費用 大家就會說 那不是很草皮嗎 但是記得 如果患病的是我們自己的親人 我們就不會覺得貴的 因為人命無價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都理解 亦都支持我們去向政府爭取這些資源 其實我們應該成立一個基金 是去為罕見疾病 去做多些的醫救 鼓勵科研 支援病患 亦都支援照顧病患的家人的生活 和他們的情緒心理的健康 這些其實我們全部都應該要做 但可惜今天我們什麼都沒有 但是這個議題已經得到 跨港派的議員的關注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面 我覺得我們都沒有門戶之分 亦都不分黨派 我們會一起聯手去要求政府 去為罕見疾病的病人和家庭 做得更加多和更加好 你講得很對 郭沛銘議員 我真是很多謝你今天 這麼支持我 這個事實上是 我都很希望在立法會裡面 即是不分黨派議員都對這件事關心 一起我們和政府爭取 罕見疾病人應該有的一些保障和權益 香港是一個關愛和民靈的社會 我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們的工作 如果大家對這個罕見疾病的情況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隨時聯絡我們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我很關注 有問題我會找一個增生解答 多謝 多謝大家 多謝